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真的看到这个故事的标题 我都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六群老太将丈夫的遗体扔太平间六年 不管不问冒领了27万的养老金 闽航一个社区内有一天 就是去年冬天一辆警车呼啸驶入 警察带走了69岁的一位老太太 邻居们议论纷纷 其实原因是老太太的丈夫 钟大爷已经去世六年了 可时至今日他也没有到医院去领取遗体 让老伴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面 自己却一直在冒领丈夫的养老金 涉案金额高达27万元 这个是一说出来把邻居们都吓一跳 因为平时老太太总和他们说 自己老公是在养老院生活的 但是却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谎言 原来钟大爷早已经去世了 面对警方指控了 钟老太却一直喊冤 说我不知道啊 没人通知我啊 这事情他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 2009年12月 钟大爷因为在家中突然晕倒 被送进医院抢救啊 随之诊断为这个半身不随啊 人就站不起来了啊 同时呢 还伴有很多的这个基础 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的啊 硬生生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啊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所以在入院两前两周呢 他女儿是陪着的 后来呢就基本没有陪护了 因为他不能自理 所以就请了一个护工 而家属呢就从来没有付过 人家护工的工资 甚至是这个钟大爷的妻子呢 还居然把医院给告了 说医院的这个治疗方案有问题 要求赔偿 不过遭到了驳回 于是呢 钟大爷的妻子和女儿呢 直接将他扔在医院里面 晚起失踪 几年都不露面啊 没办法 医院也不可能把这个大爷赶出门呢 很多医生护士出手相住 这一住就是六年了 直到2015年的8月2日去世 所以这个医院是人之意尽了 而这个家属却是躲藏 不关心不管事 甚至于这个是老人的葬礼 这个都是要医院方面来安排 但是呢 这个这一步是被卡住了 全国人口普查呢 2020年底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 担任普查员的这个老蔡挨家挨户 敲门 要家里面的人签字确认 但是这个中老太太呢 前老太太呢 死活不肯签字 那老蔡问缘由 她又知乌不清 最后怒气冲冲的甩下一句 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就关门了 结果这个当有关部门 当然要去调查 一查 原来她口口声声 住在养老院的老伴 早就去世了 而在这个期间呢 前老太太还一直 在取这个中大爷的退休金 所以这个事呢 终于败露了 但是被警方逮捕之后呢 前老太太呢 一度激动的眼眶泛白 泛红 努力为自己变白 为什么呢 这个前老太太讲起来 这还真是有故事 因为她这是一段 并不美好的婚姻 1978年 20岁出头的她 认识了这个中大爷 中大爷家在江苏农村 独自在上海打拼 那形象是不太好的 而前老太太父母 是上海本地人 家境也殷实 自然是看不上这个准女婿 经常劝说女儿 说她没腔调 趁早分手吧 但是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 前老太太还是与中大爷 走进了婚姻殿堂 并很快有了孩子 1999年 中大爷下岗 原本美满的婚姻呢 迅速化作一地鸡毛 这一家人 就是为贫困 为钱的原因 闹出事了 中大爷那时候是40岁 要找一份新工作 并不难 跟着前同事一起去打工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人家无动于衷 一意孤行 提前退休 整日是无所事事 所以前老太太是不止一次的想 懂这个离婚的念头 但是一而再而 维持这一段冒合神离的婚姻 直到09年 中大爷发病送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确实前老太太 她是觉得 这个婚姻 我实在是受不了 但是呢 前老太太呢 也不是说完全不管 她说她也曾经 付过五万块钱的医药费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里面故事怎么曲折啊 怎么这样那样 但是前老太太 冒名领取中先生的 27万余元的退休金 已经构成诈骗罪 而前某队患病 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丈夫 富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长时间置之不理的行为 已涉嫌遗弃罪 所以她是两罪并罚 这真是可怜的事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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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